緊急通知緊急通告 新的最新的AI機殼低價股 謝老師要把它找出來了 會不會像富金通 會不會像安泰克一樣 一樣喔是低價的股票喔 或者你今天看我的節目 加入我的LINE 你就會知道是哪一檔股票 看節目預約你的漲停人生 全國的觀眾全國的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決戰籌碼 你好我是謝一文 好的大盤還是指數在這邊 這個上上下下籌籌不前 跌好像也跌不太下去 那這裡很多人我相信 同樣的問題 老師我們就是選不出來 會漲的股票 該怎麼辦 看似平淡無奇的盤 可是選對跟選錯差非常大 老師你為什麼能夠都是 選到那個會漲的股票 到底有沒有騙我 各位每一檔股票 需要買進的時候 需要去加碼的時候 我都會給各位看 看什麼 在我的決戰籌碼 這個方法跟工具上面 它到底有沒有出現買一點 我不會去跟你介紹一些 亂七八糟的股票 我所介紹的股票一定有人做 縱使它不是買最低賣最高 可是它一定有那個買進訊號出現 如果沒有買進訊號 或者是我提早告訴各位 我一定要把原因 來龍去賣這個事情的市由 我一定交代得很清楚 各位這就是操作 我一直跟各位講 沒有訊號的股票 或許它會漲 或許它會漲一小波段 或許它今天會大漲 或許它明天會開高 我不會跟各位說我有 為什麼 在我的眼裡很簡單 我們信奉籌碼 當這一檔股票 它可能是在走產業 可能在走基本面 可能在走營收很好 但是舊籌碼的現象 它沒有連續性的買進訊號 或者是攻擊訊號 我就把它視為 正常的波動跟反彈而已 你說會不會遇到這樣的股票 當然會有 比如說這個大戶買進不夠積極 可是它就是天天買一點 天天買一點 天天買一點 在我的方法 跟決戰籌碼這個工具上面 它顯現不出來 它有那個企圖性 想要一口氣作駕 你說有沒有這樣的股票 有 真的有 一年當中不乏少於 一百檔這樣子的股票 或者是這樣的事情發生 可是各位 我都把它視為 我們不敢說雲淡風輕 可是至少我們感覺到說 這種股票 真的有人去做它不夠積極 不夠積極的結果 到最後會是怎麼樣 它可能漲 可是漲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它漲得非常非常的慢 它可能原本就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量 也沒有亮點 也沒有爆點 那可能之前跌深了 反抬一波上來 或者是有一個 新的小題材在 或者是很溫吞的 這個加速的上工 很多股票處在 這樣的位置 很多股票處在這樣的現象 我不會去碰它 要賺就要賺大條 買就要買有人做的 有人做的股票一定要有金流 一定要有籌碼 一定要顯現出來 你那個企圖心 那個沒有在5K之內 不夠密集的股票 我都不太願意買了 除非有特殊原因 我舉一檔 這個我也知道它會慢慢漲 可是至少會 比我們之前剛剛所舉例的 那樣子的狀況 還要好得多 各位同志朋友 2371 大桶 大桶寶寶 我說你不要看它 只有賣電風扇 或者是電鍋 或者是電視 對不對 以前家裡每個人都有一台電視 大桶電視 或者是大桶電鍋 它為什麼會漲得慢呢 買點跟加碼點離得遠 買點跟加碼點離得遠 你說這裡會不會漲 還真的有漲 可是它就是慢嘛 為什麼慢 就籌碼顯示它出現什麼 不夠積極的現象 如果這個買點跟加碼點很密集 或者是5K之內出現過兩次 三次四次 對不對 那另當別論嘛 你看這裡都離開5K了 這裡也剛好離開5K 第6K 是到這裡 有那個密集度在了 我們去做買進 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天的行情 上禮拜五跟今天的行情 就截然不同於過去 就截然不同於過去 對不對 為什麼 好像過去好像起了慢 最近好像蠢蠢欲動的感覺 不快啊各位 它不快 真的不快啊 真的沒有很強啊 一天大概就漲個 2% 3% 3% 4% 有很快嗎 它真的沒有很快啊 今天盤中又創下 反彈低點以來的高點 有沒有比之前還要來的快一點 有啦 可是整體來講 各位老實說 一天去2-3% 你覺得很滿意嗎 我是不太滿意啦 我是不太滿意啦 但是這種股票 如果說 重電的股票 我說不要去買 不要去追 雖然短線上還是大有可為啦 就短線做多 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就成江來看的話 說實在的 你要說我們當沖隔日沖 那些標的還在那裡啦 可是以整體的大破斷的行情來講 或者是 以整體的大題材 重電的這個 重機啊 重電纜這個題材來講 我說我不要去追高的股票 什麼亞利啦 什麼華晨啦 什麼利商 我不要追嘛 那我在同一個題材裡面 我可不可以去找低檔低位階的 類似像大同的這樣的股票 為什麼我不選東元 沒有買點嘛 那為什麼我選大同 至少在尾巴剛起升 剛要起漲的那個階段 他至少連續性的買點出現 至少離5K 我們看到他的企圖星 所以我不選那些 已經大漲的那種重機店的股票 或者是在低檔 相對在低位階 但是沒有出現買點的股票 我去選擇大同 為什麼 完全符合我們的操作條件 各位 很多人做股票是沒有論述的 反正的漲停板就是我的 在我這邊沒有這樣的事情 一定跟你交代的清清楚楚 一定有 一定有始有 有始有終有頭有尾 來龍去脈跟你交代的清清楚楚 而且不會符合我們所謂的操作原則 如有另類我一定特別加強解釋 就這麼簡單 各位的這邊 你覺得大同你很滿意 我覺得不滿意 為什麼呢 6462的神盾 很多人說我們神棍 老師你買這張股票根本就是神棍 為什麼 去年一整年賠了11塊 今年前三季賠了6塊9 老師你去買它難道你不是神棍嗎 對不對 你買這樣的股票 這種股票可以來到100塊嗎 因為當時90塊而已 80幾塊90塊而已 老師你買到這張股票 你能夠漲到三位數字嗎 這樣的股票去年賠這麼多 今年前三季賠這麼多 我告訴你 他回到20塊我都覺得不為過了 去年賠掉一個股本 今年前三季賠掉6.9塊 賠喔 我是說買LAS喔 不是Plus喔 是富的喔 可是各位 底部5K之內出現連續的買點擊加碼點 你說你這裡沒有買 好 可以 這裡夠密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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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那這一根K棒 三位數字好了 對不對 你買了105啦 108隨便你講 買高點109好了 捐多少 不管他是賺錢的股票 還是賠錢的股票 有沒有人做 才是最重要 如果你要看他過去的歷史 那很簡單 台股沒有一檔股票可以買了 應該這麼講 台股沒一檔股票都可以買 為什麼 因為連去年賠掉一個股本 今年前三季賠掉快要7塊錢的公司 都能夠來到100多塊 請問你台灣股票市場哪一檔股票不能買 難道你的認知是這樣嗎 做有人在裡面的股票 做人家正在做的股票 不是拿一個東西來安慰自己說 去年賺5塊 今年前三季賺3塊 所以今年會挑戰明年的新高 EPS來講 可能又在這兩年相比較下 去年可以上100多塊 所以今年來到100塊以下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去買它 因為跟去年相比 我現在去買它是非常合理 非常非常chip的價位 所以我現在買它是對的 各位那個叫安慰自己 如果一檔股票去年賺5塊 今年前三季賺3塊 去年的股價3位數字 現在不到3位數字 你現在去買它的時候 是沒有人做的 我告訴你 說不定有機會它得到50塊60塊 你信不信 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迷思 什麼迷思 去年賺多少 今年賺多少 所以今年年底預估會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去買它是很低價的 高點低點高位階低位階 不是這樣來做比較 不是拿本利比 不是只有單純的什麼三綠三生就可以買 你懂嗎你知道嗎 一檔股票一支股票 有人做沒人做 很重要 你不需要去認識那個做的人 我們也不要管他是誰 我們也沒有跟什麼什麼主力勾結 都沒有 都不要去想那樣的事情 就現實面來講 這一檔股票 就錢來看 就資金的流動來看 就籌碼來看 現在有沒有人在裡面砰嗎 有人在裡面吃東西嗎 吃火嗎 吃了多少 他身份多少 夠不夠密集 那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那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所以我去買六四六的神盾 你會問我說老師你是神棍 別的老師也說我們是神棍 我說我買給你看 你看到的東西都是我也看得到 你知道你所認知的東西 我也懂我也知道 去年賠這麼多 今年前三季賠這麼多 三位數字 這根本就是不屑一顧啊 可惜這個市場就是這樣 很多事情 你所看到的事情 是人家故意要給你看的 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你知道的事情 是人家故意想讓你知道的 再來這個行情會更精彩 為什麼 比如說最近要公布 所謂的這個 11月份的財報 公布出來了啦 幾家歡樂幾家籌碼 總是有營收成長的 總是有營收衰退的 那我想請問各位 你把它反過來想 不要說你把它反過來想 你會不會覺得有些事情很奇怪 看到不好的財報 你第一個 以投資人的想法是什麼 趕快買啦 那為什麼這樣的股票 能夠在今天的行情當中 開低走高 我特別講到今天的行情 為什麼今天的行情不是很好 如果今天是漲300點 漲200點 今天開低走高 我覺得還不足為期 今天大概就是 平盤上下附近遊走而已 財報公布出來衰退50% 可是這樣的股票 能夠開低走高 我想請問各位 大部分的投資人 大部分的散戶都是站在賣方 因為看到財報不好 哎唷 夭壽 一國會說衰退50幾% 年減50幾% 要怎麼買的路手 要怎麼放下去 不不不不不不 外國票外國票 那這樣的股票 卻能夠開低走高 我告訴各位 我們今天專門 這兩天專門在看這樣子的股票 為什麼 你所看到的東西是年減你要賣股票 那我想請問各位 你當做大戶是笨蛋嗎 那為什麼能夠開低走高 籌碼算出來的是大戶在減股票 也就是說 不只是利多會出股票 能不能利用利空的時候 減股票 可不可以 你想得到嗎 你想得到嗎 你想不到 兩根拉起來跌五天 你就覺得這人股票 結束了 沒有了 不可能了 結果又創新高 高級漲人 你空喔 各位有什麼 8096的秦亞 上禮拜五也跟各位講 漲兩天起來 拉了四天 拉了五天回來 上個禮拜五 跳空缺口出來 大漲上去 我說我們馬上請會員買 我說以這樣子的量價關係來看 一定會過高 一定會有更高的價格 我沒有想到今天會漲停 說實話 我沒有想到今天會漲停 今天漲停的事情 我們等一下再來做解釋 我們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只有跟各位講 我們說這張股票我很有把握 我帶會員去買 我很有把握 這張股票會過高 要不然就是另有高點 收盤不一定漲停板 但是盤中價格 一定會有更高的價格 就量價關係來看 非常的漂亮 就上個禮拜五來看 非常的漂亮 為什麼 你可以看一下 拉了四天拉了五天回來 修正完畢了一個跳空缺口 但是它的成交量 卻比之前的高點還要來的少 還要來的小 那這代表了什麼 這幾天勢必有人看到什麼 包含財報也好 包含這個漲過之後沒有表現 對它有一些 所謂的失望型的賣壓 所以在這裡 這幾天的籌碼 你就要去做研究 當這一天想要買知識 你這幾天的籌碼 就拿抓出來做研究 哇 集中在特定人的手上 那我就告訴各位了 這一種股票 是不是趁著利益空去收籌碼 趁著你對它失望的時候 它去買股票 類似像這樣的股票 我們不敢說今天漲平是我的功勞 我不敢講 因為我們上禮拜 上禮拜我幾乎是 在電視上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甚至於我在這個 這個節目的投標上面 我也把股票打上去了 對不對 我們說至少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禮拜這檔股票一定會有高點 所以你去買它 你絕對不會有套牢的狀況 對不對 你至少你看得到高點 你不會有套牢的狀況嗎 好 講完之後 今天的表現 講完之後今天的表現 講實話 這個有一點出乎意外 就沒有想到它會這麼強 我們只敢告訴大家 它應該會有個高點 所以短線上只要不攤的話 你高點跑得到 你不用跑到最高點 你至少都可以賺到 至少5%以上到10%左右 到10幾%左右 至少就5%以上 對不對 那今天當然漲停板 鎖住的當然是賺10幾% 可是各位投資朋友 我不要看這個 你看到這個31萬張 你會覺得興奮 你會覺得很興奮 哇老師啊 夭壽 那1萬6張而已 收到1萬張 這都假 這個就跟那個 有一個法師講的 就是眼睛夜障眾 怎麼說呢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錦上天花 其實它沒有鎖那麼多 其實它大概只有鎖2、3千張 可是各位 鎖2、3千張 你都買不到的人 我在最後一盤的時候 我再掛個2、30萬張上去 我讓你覺得說 這個又買不到 你們差也買不到 我告訴各位 明天有高點 反而要從一趟 這個就是主力的障眼法 我想讓你看到 你想看到的東西 各位 沒有人這樣跟各位講的 沒有過新高的時候 告訴你會過新高 掌停板鎖31萬張的時候 我告訴你明天我要出這一檔 因為你不懂嘛 你不懂大戶的手法 你不懂特定人的手法 他們就是這麼幹的 我想讓你看到 我想表達的東西 但是它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我剛剛講 那個31萬張 那叫眼睛夜障眾 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不要解釋太多 你解釋太多人家跟我們反著幹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上禮拜五去買的 去搶的 各位老師們 今天8096的青亞 今天來要掌停板 今天來要掌停板 我們常在電視上講 預約掌停人生 大致上就是如此 就是說 一檔股票要掌停板 可是你事先先去買它了 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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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說沒關係 那這個就是 我們近期來的操作 包含選股 包含策略 包含想法 我盡量已經解釋的 已經算蠻清楚的了 已經算蠻清楚的 如果你不清楚 你加入我的 讓你私底下來問我 哪一檔股票你來問我 我就直接給你回答 直接給你結論 就這麼簡單 很多人問股票 我們當然還是要稍微 不能解釋得非常非常非常 因為我們就不特定的 不能說直接回答你說 哪裡買哪裡賣 但是我們大致上 會給你一個方向 出現什麼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自己去留意它 至少在初步當中 這一檔股票 我至少給你一個初步的 初步的認識跟解答 就我的看法來看 但是問過的股票 盡量不要一直重複問 有人一直貼 同樣一檔股票一直貼 一直貼 就回答過了 現在看法沒有改變 還要叫我講什麼 我也不知道 那能夠做的 我們就盡量回答 盡量做這樣子 好 比如說來 這個8.1.2 你看到今天的股價 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可是上禮拜五出現 帶量突破 沒有在5K之內 沒有在5K之內 可是我要去告訴各位 這在漲什麼 我告訴各位 第三季的營收還不錯 毛利率也提升 從4%提升到4.5% 你不要看那0.5% 對他來講公司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營業額很大 11月份營收公佈出來 又非常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今天會大漲 為什麼上禮拜五會大漲 各位 這個叫做補漲效益 當時第三季很好的時候 抱歉 7 8 9月股價動都沒有動 動都沒有動 那當然有人知道說 趁著11月份營收要公佈之前 之前沒有動 然後籌碼相對乾淨 相對安全 去買他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大漲 今天拉到漲停板 今天的利多 今天就是純粹是題材性的利多 拉到漲停板 所以各位 如果 如果你就 所謂的營收來看 你可能第二季第三季 第一季你就跑去買了 因為他一直沒有動 因為他一直在低檔底部 但是他又沒有動 可是怎麼樣 他營收公佈出來又很好 可是你有辦法去等那三個月 去熬那一根兩根漲停板嗎 為了那六個月 提早六個月去買 去熬那一根兩根漲停板嗎 不用 你就上禮拜我跟我們一樣去買就可以了 今天就一根漲停板 812的滯漲 上禮拜我去買 今天馬上立刻漲停板 不符合原則 可是我們在電視上也跟各位講 這種股票 一定是在吃營收報告 一定的 絕對的 好啦 股票又講不完了 時間又快到了 我們就留一點時間給下一段 我們盡量去講到 我們剛剛電視上一開始所講的 我找到一檔低價的飢渴股票 會不會像安泰克一樣 想提早知道 如果你想要提早知道 類似像這樣子的股票 可以在廣告當中先加入 謝宜文謝老師的like 我們等一下回來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金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貸金一定貸出 成通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回來 廢話不多說 我們介紹我們現在手上 有的股票 除了至上 除了勤雅以外 各位投資朋友 6205的全新 這一檔股票 就是標準我們剛剛所講的 11月份的營收公佈很差 可是上個禮拜五就先漲 公佈出來年減12% 公佈出來之後 上個禮拜五漲 今天既然還能續漲 而且還拉一個長長的下影線 那這代表的是什麼 有一點利空吃貨的view 深查訪問之後 這個訪問之後 原來他有長單效應 他好在明年 他的長單就是他的合作 夥伴客戶 也就是說他的客戶 未來會丟一個長單給他 但是我可以丟比較 chip的價格 價格給你 讓我的營收沒有這麼高 但是怎麼樣 我拭目回來 我要認你家公司的股票 所以各位 這一檔股票 我今天去持有它 我上個禮拜我去持有它 原因在這裡 再來 要給各位看 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屬於比較小支的股票 但是怎麼樣 來了 低價飢渴股 5K之內出現4次 上上下下來回震盪 我先跟各位講 我先跟各位講 今天出加碼對不對 我先跟各位講 明天拉回來的時候才買 也就是說 我先跟你預定好了 我先跟你預定好了 我預計它明天會大拉回 我甚至於會認為它開高走低 我要把琴雅賣掉 我來換這一檔 一樣低價股 明天拉回來應該是十幾塊 一字頭 一字頭 5K之內出現了 4次強烈的買進訊號 非常非常非常強勁的買訊 而且告訴你 這絕對有人在做 低價的飢渴股 會不會像安泰克一樣 安泰克飆了6支7支漲停之後 簡直休息 各位 趁著現在剛起漲 趁著明天我要換股 趁著明天拉回休戰之時 我一定帶你買進 加入謝一文謝老師的line 來問我專案的問題 我們明天見 與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vient趁著明天 還行 有信項 有信順 有信項 有信領 國際應 256 在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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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某島 在某島 在某島 一個 路 在某島 在某島